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喜欢吃鹅仔煎的台北市老陶 其实大多很称赞 宁夏夜市里的三家鹅仔煎老字号 其中有一家就位在民生西路上 他们只使用土鸡蛋 而且强调要把表皮煎到微焦微酥 但是蛋跟鹅仔还是保持Q嫩的口感 好 稍等一下 拜托一下 不好意思 我们要排队 拜托一下 小姐 你要吃吗 拜托 我要煎两个 其中一个外菜 从下午三点开始 一直到凌晨的两点钟 这家位在台北市宁夏夜市旁的 鹅仔煎专卖店总是热闹滚滚 店门前排队客人从没少过 不到五坪大的小店 连找个位置都有点困难 这是地摊 宁夏夜市来都先吃这一摊 吃地摊 对 吃完再往里面走 会成为客人首选的鹅仔煎 口感就是不一样 一份平均加入十几颗的饱满鹅仔 不一样的地方是 摊子前叠着高高的咖啡色土鸡蛋 一斤市价就要四十多元 比起一般鸡蛋平均高出五六块钱 用土鸡蛋煎鹅仔煎 在宁夏夜市众多的鹅仔煎店 这里可是第一家 这个土鸡蛋是我们零夏入第一个 我们在煎的话 白色的打开了 我们打的话马上就散开 这个没有 不会散开 它有那个Q度 而且香度比较有 以香Q土鸡蛋为招牌的这家鹅仔煎 已经有六十年历史 不只挑鸡蛋很讲究 关键主角鹅仔是每天从嘉义东石一带运上来的 可可饱满 黑白分明 有甜度但没有腥味 挑选的时候更是大小有别 我们的蚵仔有分 它这个比较小的煎鹅仔煎 这个比较大小的 像这个这么大小 你煎鹅仔煎不熟 外面到里面没办法平均 所以我们经大小的起来煮蚵仔汤 严格把关仔细冲洗掉蚵仔的沙土 才能维持口感 对食材很龟毛的老板娘 连配菜也很讲究 不用一般的小白菜 冬季用的是同好菜 夏天则选用比较带有脆度的颗白菜 我比较挑递 我觉得这个菜 这个叫鹅白 比小白好吃 因为它有甜度 有脆度 我喜欢它这样子 影响口感地瓜水 虽然比例是秘密 但好吃的关键还是在于地瓜粉的品质 即使一斤成本要五六十块 老板娘还是说不能省啦 饱满肥美的蚵仔在炙热铁板上紫紫作响 淋上粉水打颗蛋花 您或许会发现这里煎出来的每一份蚵仔汤 表皮都带着微焦微黄 即使外表不是好看 但每一份绝对都是外酥内Q 因为煎鹅仔煎的油一定要用猪油 而火候长厚就是关键 跟别人不一样是我们比较偏 外面焦焦的 酥酥的 里面QQ软软的 因为有些人的口感不一样 可是我们走的我们刚开始就是 外酥内软 QQ的 我们自己本身就写 就是喜欢吃这样子 上桌前淋上咸咸甜甜的酱汁 为鹅仔煎的美味再加分 维酥的粉皮带着淡淡焦香 粉皮Q嫩的程度 用筷子夹起来还会坎心呢 跟酱汁是最素费的组合 即使一份卖六十块钱不算便宜 但老店一开门营业 就是有客人闻香而来 皮酥酥脆脆的 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对 鹅仔很大克 而且很新鲜 对对对 非常推荐 它的那个酥酥 它的酥酥蛮好的 然后它稍微煎得有点焦焦的 所以口感很好 对对对 小大蛋鹅仔的美味 就来一碗现点现煮的鹅仔汤吧 一碗六十块钱的鹅仔汤 用料却不小气 新鲜又大克的鹅仔 比清汤还要多 汤汁甘甜鲜美 大颗鹅仔吃进嘴里 每一口都吃得到鹅仔最新鲜的原味 鹅仔汤吃来吃甘甜 鹅仔又大味 一星期来两边 一星期来两边 我们坐在八里一边去 除了招牌鹅仔 另一个明星商品就是老板娘亲自挑选的粉干 没变粉嫩又透着光泽就是新鲜的保证 那你猪肝要挑的是它的软度 还有它的光滑度 有时候它那个猪肝那个外皮很好看 切起来就有点叉叉 那个就删掉了 你如果切起来好像那个细皮嫩肉那种感觉 那你就知道了 用老姜和黑麻油爆出香气 这道麻油猪肝很讲究火候掌控 为了维持猪肝嫩度 翻炒三两下就得起锅 带着浓浓麻油香的猪肝 一上桌香气立刻扑鼻而来 粉嫩猪肝吃来软中带有Q度 不干不柴 你会吃啊 背包 这个鸡蛋阿姨 那个是外带哦 家传60年的鹅仔汁 现在已经交由第三代接手 从小吃鹅仔汁长大 七十一年寺的小老板 现在是煎鹅仔汁的快手 伸手俐落的女儿 负着热炒和煮汤工作 一家人一起为老店打拼 卖鹅仔汁也传承老味道 要用这独特的焦香滋味 代代相传